当剑图航拍或倾斜摄影的飞行任务完成后,用户可以利用DJI Terra的重建功能,添加飞行器拍摄的照片进行剑图,以获得不同精度三维模型。 以下视频将介绍如何一步步使用DJI Terra软件进行三维重建。 新建倾斜摄影任务 编辑任务名称后,直接保存任务。 点击重建按键,进入重建页面。 点击添加照片,选中DJI飞行器所采集到的照片并添加。 照片添加完成后,软件左侧地图上将会显示每张照片所对应的位置点。 点击右键头,可展开已添加的照片列表。 双击对应照片名称可进行预览。 点击管理,则可对选中的照片进行删除。 接着选择重建清晰度。 其中,选择的清晰度越高,重建处理时长则越久。 如果其他模型格式,选择无。 重建成功后,则只会输出PLY以及B3DM格式的两种模型。 如选择OSGB,则还会输出OSGB格式的模型。 在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重建,然后耐心等待三维建模完成即可。 建模完成后,用户可对模型进行查看、缩放、平移、旋转等操作。 点击标注与测量。 用户可在重建完成的模型上进行点坐标、距离、面积及体积的测量。 选中坐标选项。 点击模型中任意一点,即可测量其GPS坐标以及高度。 选中距离测量选项。 点击模型中任意两点,即可测量其两点间的空间直线距离。 选中面积测量选项。 点击模型中任意点组成一个平面或多边体,即可测量其平面或多边体的垂直投影面积。 点击体积测量选项。 点击模型中任意点并选择基准面。 即可测量该基准面跟模型之间的挖方体积以及填方体积。 如打开,展示相机位置开关。 可显示所有照片的拍照点以及拍照角度。 选中模型中任意一点,即可直观地查看所有包含该点的高清圆图。 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导出质量报告来直观地了解模型的重建质量。 最后,用户可在航点飞行任务中导入已重建完成的三维模型。 并通过模拟图穿窗口协助,设置每个航点的机头朝向或相机云台角度,进而规划三维航点飞行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